今天要介紹一下如果你的噴頭堵塞怎麼自救 首先呢有一些比較簡單的方式 我們怎麼知道噴頭有堵塞呢 很簡單的我們如果看到你的急速機在淨尿的時候發現 會有這個聲音的時候 那就表示你的淨尿是不太順暢了 你可能要去看一下是不是螺絲鬆掉了 假設螺絲是沒有鬆掉的 那就有可能是你的噴頭堵塞了 那這部分呢有比較懶人的方法 好給大家看一下 好一般我們的噴頭呢有兩種模式 你的預熱呢有ABS跟PLA 那一般我們如果列印比較常見的是PLA 那它的溫度大概在190度左右 那這時候呢你就可以把它按成 預熱ABS 好為什麼呢因為讓它的噴頭的高 那個溫度更高 好讓你裡面的PLA凝固的地方可以溶解掉 然後你按穩之後呢 你等它溫度變高之後 你再試試看用 用擠出器去淨尿 好把一些線紙給它擠出來 好看到有沒有比較順暢一點 如果順暢之後呢 就表示說你的噴頭已經通了 你就可以繼續使用 那假設你用這個方法 它還是一樣會有DOTDOTDOT的聲音 那代表說你的噴頭堵塞了 那這個時候我會做幾個動作 第一個就是把 好給大家看一下 噴水這邊給它換掉 或者是說你先拿通針 好通通看 如果通過之後 當然你在通之前一樣要預熱 那通的時候發現 有一些凝固的地方有被通開了 它在淨尿之後也沒有異音的時候 那表示是沒有問題的 那假設你通過了 然後也把溫度調高到ABS的溫度 那還是一樣的話 那我建議可以把整個噴頭組更換掉 或者是更換噴水 那噴水呢我給大家看一下 換下來的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它裡面都堵塞了 所以難怪你的精量會不順暢 我就是 試一下給大家看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把材料送進噴頭組裡面 看它這個問題有沒有被改善 什麼樣的問題呢 就是噴頭堵塞後有異音的問題 那大家就稍等我一下 我把材料擠進去 我稍微把它放低一點 讓大家看一下 好我們看到擠出器已經把材料擠出來了 好可能不是很清楚 我再拉近一點 好看到了嗎 好不是很清楚喔 我用自動送料 聽聽看有沒有奇怪的聲音 好的好像還是有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先把噴頭組降低一點 然後調高到ABS的240度 然後調高到ABS的240度 讓它加熱一下 我先用手動的去試試看 那種感覺有沒有一個阻力在 好已經改善蠻多了喔 看來已經有被通開了 好現在擠出來的時候都非常順暢了 好也沒有奇怪的聲音 好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正常去使用了 好再把它調回190度的PLA列印 那一樣我去做送料 好它可能溫度還要再降低一點 等一下再做確認一下 好有慢慢降下來了 好我來再來試試看 好似乎還是有一點聲音 好沒關係我們再來試一下 找一下問題 好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是什麼問題呢 這邊剛好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擠出器這裡有什麼樣的狀況 看起來似乎進料不太順暢 好的那處理完噴斗之後呢 好接下來因為我們更換過噴頭煮或是噴水 所以我們要重新做平台的校正 那在這之前呢 你先拿個衛生紙 好你可能折厚一點 比較不會燙到手 稍微把你的噴水 還有加這塊稍微清乾淨一下 把它擦一擦 再來呢我建議把溫度降下來 先降溫 好這樣子等一下比較不會去燙到手 好那先降溫 等它降溫完之後 我們再來做校正的動作 好會在意跟大家講 要怎麼做 好那噴頭的溫度已經降下來了 這時候呢我們先要準備一張紙 好因為等一下我們要拿這張紙來做依據 然後呢我先讓你的Z走歸零 我先讓它歸零一下 好要等它一下有點慢 好Z走已經歸零了 好似乎有點緊 我讓它抬高一下 好等一下記得降回來就好 那我們要把 我們的那個鎖住的功能關閉 每一台機台不一樣 我們就看一下 你的設定是怎麼樣 關掉之後我們才能用手動去移動它 好的 好的那我們就先 四個角落做校正 旁邊這邊都會有 羅帽可以去做調整它的高低 那我們就 我剛剛有把 利斗抬高 我再把它回復 那我們就四個角去做校正的動作 拉拉看 這邊已經太緊了 把它調一下 我可能要等我一下喔 那個 需要花一點點時間 這個距離的感覺 就大概是 有稍微 咬到你的紙 這樣就OK了 也不要太遠 也不要太近 盡量四個角落 都是同樣的狀態 這樣會比較好 平台才是有平整的 那麼大家 好嗎 會不會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很容易 你會不會 還是 我會不會 好嗎 你會不會 像一般 如果你在調整呢 盡量一次一點點就好 不要太多 這樣你在調的時候才不會又過頭了 現在我們有用來做好 太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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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完之後我們再回到中間 去拉拉看 然後最好呢 再回到 原本的角落 再去試一下 好 確認一下每一個角落是不是都一樣 好 確認完畢了 就等於你調整完成了 好 這時候呢 最好是送料 我們印一下第一層來看一下 它的狀態是怎麼樣 那我這邊就不再另外做探討 我直接拿說明書給大家看 一般都會附說明書 它上面應該都會說 如果你調整完之後呢 怎麼樣才是比較好的狀態 好 那像說明書這邊呢 有提到說 像這樣的狀態呢 是最佳的 是比較適妝的 那像這種 你看起來材料好像都被刮除了 代表你的平台距離 噴嘴呢 太近了 所以它材料出料不順暢 那另外像這種呢 好像黏不太住的這種感覺 它表示你的平台距離太遠了 你必須要去重新做調整 那這邊就要取決於 你第一層印完之後 我們看到的狀態 是哪一種 我們再去做調整 那這邊我就不再另外說明了 好 好 好 wl